嘉义县翼竹歌林文化季六号登场 吸引好多居民前来凑热闹 一直致着赛哥们榜上活动前由学童们 精心彩绘的木林朝空中飞去 也让象征和平的鸽子们通过飞行 将好运带给村民 活动相传于明镇时期 士兵农贤想到在军用信鸽装上竹哨 让哨声随着鸽子飞翔响彻云霄 而之后随着参与人数变多 规则上也变得越来越繁复 嘉义县府希望能够透过赛哥林 邻居地方的象星地 也将传统的文化持续地传承下去 龙子一打开好几只鸽子正翅高飞 场面十分壮观 这是位在嘉义县一年一度的 翼竹歌林文化季 不过仔细看鸽子身上绑着红色木林 这些通通都是出自小学童之手 小朋友们聚在一块拿起水彩笔 沾上颜料兴高采烈 与一旁的朋友们讨论自己的战利品 木林 这些赛哥们在被绑上木林后 朝向空中高飞 让鸽选手们从敌对村庄 飞回自己的村庄 其中只要鸽子落地 村民们都可以对鸽子进行干扰 最后是双方飞回的数量 决定赢家 嘉义县长翁张良拿起手中的鸽子 回想起儿时农村的记忆 期许歌林文化季能够变成地方的特色 为嘉义带动活泼动能 竞赛除了考验团队合作外 也让象征和平的鸽子们 透过飞行把祝福带向村落四处 保佑大家新年丰收和平安 记得蔡从吴嘉义报道